而为了解决部落满葬的问题 提倡纳谷设施公元化的目标 秀林乡公所崇光公墓 纳谷墙集体办理纳谷墙动工祈福仪式 秀林乡长王玫瑰代表会主席洛艳林 副主席丁立芳等崇光元部落的干部 一同到场参与祈福仪式 既水部落和山山部落纳谷墙动之后 先向东南区的温南村崇光部落 并且在秀林乡崇光公墓纳谷墙集体办理 纳谷墙动工祈福仪式 秀林乡长王玫瑰 秀林乡下面代表会主席洛艳林 副主席丁立芳 本乡南区代表 湖南村长部落主席主张等部落干部 一同来参与祈福仪式 让我们的祖先 只要有能够一个安息的地方 我想祖先也不会骂我们 我们一直告诉族人不能用挑的 很多有部分的族人心态上面 可能还是没办法改变 他认为他一定要先挑 但是决议会议我们都是用最公平公正的方法 当然整个的规则整个的推定 我们一定也会先请听大家的意愿 要怎么做会公平公正 之后我们就会想到最好的方式来决定 秀林乡民代表会副主席丁立芳海 秀林乡民代表赖伟相表示 代表会会全力支持预算来落实一部落一纳谷墙政策 但是今天的祈福仪式 今天真的是新建纳谷墙这个业务 我们代表会是绝对是支持乡公所的 而且在玫瑰乡长跟公所团队的同仁 他们尽心尽力的这样这么做 所以我们代表会是绝对支持 我们重光这边也会很漂亮 也要拜托恳请我们的施工单位 用一点心 如果在地方上有什么问题 去找我们的乡公所 然后真的需要我们乡民代表来沟通协调的时候 公所会跟我们接洽 要拜托你们 也要做的跟米亚丸一样 甚至于比米亚丸更好看 秀林乡文革表示 为了妥善处理秀林乡各部落满账的问题 秀林乡近年来积极办理各村纳谷设施建制工程 为了符合乡亲的需求 秀林乡公所在各部落办理说明会 以及智商同一起的会议 让部落组组组能够充分参与 以及建议部落各项基础设施的实践过程 希望秀林相针对部落基础建设的自己作为 能够打造良好的社区环境 建议 记得节奏也选择不了 好